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4年5月17日 今天是星期五 來到星期五的時間 今天也是 是農曆年4月初十 今年是甲晨年農曆 立下就快完結了 就快下星期 就來到下一個24節氣 小門 正式進入嚴嚴夏日 夏天的時間 又是時候跟大家研究 去旅行的情況 國內 內地居民下來 特別行政區 是旅遊的 這節要說的不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這節要說的 是澳門特別行政區 令到澳門的旅遊業感覺到絕望的地方 是這個 是內地 的遊客 又再最新推出的一個叫做小紅書 是零元 窮遊澳門的攻略系列 這些相關 的省錢攻略 例如是100元500元到香港 全境旅遊攻略 已經 在香港 對香港本地的商家 造成重大困擾 好境不常 在香港發生的事情 又再在澳門重現 澳門 理論上是更加容易 是零元 由澳門的 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澳門 地方比香港更加小 所以 絕對可以 叫做快閃離開 我們繼續詳細講來之前 請各位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雜誌 請各位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很簡單 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就是這麼簡單 敬請各位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經濟能力許可聽眾 記得繼續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最後也提醒大家 未安裝VPN就安裝VPN 法定廣告時間完結 我們繼續回來研究 這個 最新出現 零元 窮遊澳門的 超級攻略 對於本地的旅遊業 商家 食肆 零售來說 絕對是惡夢攻略的 由於內地遊客 越來越沒有錢 越來越精打細算 近日 在 這個社交媒體小紅書 不單止湧現了一份 是零元 窮遊澳門攻略 更加出現了大量 零元窮遊澳門的終極攻略 當中有極多的內地QL 是詳細教學 教遊學怎麼來 各大地方是拿盡各種好處的 澳門跟香港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這個 賭場 提供免費飲食 和交通的 所以如果夠無恥 絕對真的可以 免費 吃喝玩樂 大家都知道 這個道理 是陽無出在陽身上 賭場 為甚麼會免費招呼你呢 原因就是因為要招呼賭客 而賭客 往往在賭場輸的錢 就是足夠 彌補 100-1000人 在賭場吃喝玩樂 大家說起商場豪華 其實如果真的問我 澳門 賭場的豪華程度 也真的可以用 相當誇張的形容 我印象中最浮誇 的地方就是澳門 澳門那些超巨型的賭場 裡面也是一個超級 的旅遊中心 還有 是一個超巨型商場 也是有機會的 內地居民 也不是全部贊成的 有人贊賞短片 是教遊客怎樣 省錢錢錢的 澳門 澳門居民當然是相當不滿 認為教人家 來澳門 是一元也不花錢 是徹底 是 來做丐幫 乞丐遊客 這個世界其實也挺複雜的 坦白說 其實 真是叫做商業世界 既然有免費午餐 自然會吸引了大量 來吃免費午餐的人 而中國大陸 就是不斷用奇形怪狀的 手法招來客戶 其實賭場 的所謂免費午餐 其實全部樣無出在陽身上 實際上他就是想招呼 中國大陸 難倒的富二代 而那些錢其實就是來自 中國大陸的民間 現在 中國大陸的官員 基本上是徹底被禁止 是走到澳門賭錢的 因為習近平看這件事 是相當不順眼 覺得 澳門 是幫中國大陸 帶走了大量的美金 所以澳門已經受到 重大制裁了 這種經營手法 其實我也不是特別贊成 不過商業世界 有供有求 的確除非是詐騙 除了詐騙之外 如果 是正常的商業手法 你也沒有辦法 其實 既然 是商業手法 你 願意免費提供 飲飲食食 如果有人 提供攻略 其實對賭場來說 你也不可以 說這個徹底 是來百吃百喝的 因為站在賭場的立場 他就是想知道 讓多些遊客知道 賭場有這樣的優惠 從而 吸引 世界各地 的客戶走下來 尤其是賭錢的客戶 這個本身 是賭場的經營模式 賭場 開了 寧願多些人走過來 當然如果 十幾二十萬人湧下來 吃喝玩樂 賭場到最終可能是需要被逼 取消部分優惠 這種討論其實是不會有定案的 作為某個程度上 某個程度上我們也是提供免費服務 我們作為免費的大眾廣播 時事分析網台 我們也不會介意 有沒有人提供攻略 叫其他人來聽這個免費節目 因為 我們跟提供飲食當然有一點點分別 第二 就算 我們當然也有很多聽眾是這樣的 也不只是我們 有很多聽眾是真的來免費拿資訊的 可能真的絕對連一個like都不肯給你 事實上 我們也沒有辦法 就是所謂吃得鹹魚抵得渴 如果我們每一樣東西 都要計較到底的話 這個也沒有辦法經營 所以我的確覺得賭場是絕對有這樣的能力 是 給你來吃喝玩樂的 因為 他 給你喝喝吃吃的成本其實始終 是跟一個巨大的賭場相比 成本是有限的 其實食物 不是真的那麼值錢 不過當然對整體的澳門來說 這個也會是一個 災難 因為澳門 整體的旅遊業 是絕對不可以像賭場一樣經營的 如果所有的遊客 來到澳門 每樣東西都不花費 基本上 澳門的旅遊業 其實是會崩潰的 賭場的業務未必會崩潰 如果仍然有足夠的賭客 是跑去澳門的賭廳 澳門的賭業還可以繼續運作 所以旅遊業 零 消費 是惡夢來的 但是賭場未必 同樣道理 有很多行業是沒有辦法免費經營的 例如戲院 如果有些人就這樣下去就可以看電影 沒有人買票 戲院就會做不住 報章 報章可以做到免費報章 大前提也要有足夠的廣告 如果真的完全沒有廣告的話 其實做免費報章 是一定會蝕大本的 整個澳門 沒有辦法 不做遊客生意 如果遊客全部不消費 來到快閃 去完賭場 吃喝玩樂 然後去了景點打卡 然後就離開 其實澳門 長此下去是做不住的 現在 香港和澳門 兩個特別行政區 現在都是面對相同問題的 就是 遊客 尤其是內地遊客 以往 是靠內地遊客 來消費 現在內地遊客 跟你鬥 是省錢的 鬥窮遊 其實現在 香港和澳門 都面對中國大陸自己的經濟 困境 就是你 只能夠 繼續搞那些 陽無出載 在狗身上 豬埋單 你說普通 本地旅遊的飲食業 零售有甚麼可能可以做這件事呢 只有中國大陸 是上市 搞集資 搞金融的企業 是可以用上述方法 其實還有就是賭場 所以 你真的可以看到 現在的趨勢 其實兩個特別行政區 都向著 抹頂的方向進發 這個小紅書的攻略相當詳細 教你去美高梅 吃哈根達雪糕 有珍珠奶茶喝 還有新蒲經 有這個奶茶 鮮榨橙汁 澳門的賭場 就好像原本的香港政府的高地價一樣 他的收入 簡直 就是靠賭 是可以起家的 甚至乎是發大賭的 所以那些普普通通的食物 對賭場來說 簡直是覺得不是錢 跟香港政府 是幾百億 賭到海覺得不是錢 是一樣的 但是現在 香港就崩潰了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居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雙人房、家庭房 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運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啦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國家安全法 基本法23條保護私隱工具 隱藏你的IP地址 隱藏你的網上身份 隱藏你的通訊記錄 隱藏你的消費記錄 Surfjark VPN 國家安全法 23條之下 無時無刻都要打開VPN Gmail 用VPN打開USIP註冊新的Gmail帳戶 美國虛擬電話號碼 Text Free 免費試用3日 建議長期付費使用 接收各類短訊及認證碼 虛擬信用卡 Wirex App 新加坡註冊新金融機構Wirex 防止各下消費記錄被追蹤 保護各下私隱 避免國安法及 基本法23條迫害